在冷战时期一些地区的局部热战中 我们往往能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 为了保存自己最先进武器的秘密 不被对手发现 所以在局部地区战争中 美苏双方派出的往往是上一代装备 M48也不例外 它在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中 都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特装型和改进型 更是撑起了数个国家的国防力量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M48巴顿在冷战时期的那些征战历史 M48第一次以战斗车辆 而不是新坦克出现在公众事业中 是在1961年10月 在8月 柏林墙建立之后 东西柏林之间的交流逐渐断绝 在东西柏林之间 普通民众除非有许可 否则都不被允许通过柏林墙 这其中的例外 是波兹坦公告所列出的 战胜国的外交官们 他们可以凭借证件 在东西柏林之间自由穿梭 但问题也由此而来 1961年10月22日 美国驻西柏林外交使团 首席代表艾伦·莱特纳 乘坐悬挂战领军特别牌照的汽车 前往东柏林看歌剧时 被东德警察拦下 此日 一位英国外交官再次遇到检查 而根据双方达成的协定 外交人员可以在东西柏林之间自由穿梭 于是 这次冲突就演变成了 冷战早期最严重的武装对峙 数十台美军坦克和苏军坦克 隔着柏林墙武装对峙 并且炮堂里装填的都是实弹 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在查理检查点南北 苏军驻东德集群的T-54坦克 和美军的M48坦克 在百米的距离内隔街对峙的场景 这也是M48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虽然此时 美军已经在欧洲部署了部分的M60坦克 但M48依然是此时美军和西德 装备最多的坦克 在西德陆军重建的时候 美军提供了近2000台M47和M48坦克 虽然很快 西德人发现 这种美式坦克过于高大 并不符合他们预想中的作战需求 但宝伊要等到1961年才能开始生产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M47和M48一直是西德陆军的绝对主力 出口版的M48在美军中被称为E48型坦克 在这之中 E48代表M48 M48A1 E48A代表M48A2 E48B代表M48A3 E48C代表M48A5 E48AVLB代表M48AVLB 即改装过后的M48驾桥车 在冷战早期西德购买了相当数量的M48A2和M48A2C 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 M48A2C是换装了M13火控系统 拥有核向式侧举仪的型号 并且在行走机构方面取消了履带张力伦 在拿到这批坦克之后 德国人立刻开始着手进行改进 安装了在炮塔两侧外置的八枚烟雾弹发射器 炮管上方安装了德式的红外大灯 用来在夜间捕获目标 在炮塔后方还安装了额外的储物箱 由此可见 德国人真的很喜欢在坦克后面安装外置储物箱 从二弹开始一直到M48 基本都有这样的设计 M48在经过这些改进之后 会被非正式的称为M48ARG或者M48ARCG 即德国改进型的意思 在后来鲍伊坦克服役之后 西德为了提高这些M48的作战效能 又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改进 M48ARGA1就是第一个改进型号 拥有加装M8推土产的能力 并且配备有额外的动力装置 用来控制推土产的升降 后来为了提升M48的火力 西德陆军为其更换了105毫米L7坦克炮 这种改进型被称为M48ARGA2 为了适配105毫米L7坦克炮 还安装了新的铸造炮盾 最终版本的西德M48改型被称为超级M48 只不过这个改型并不是西德陆军自用 而是拿来出口的 超级M48安装有额外的复合装甲 用来增加对化学能武器的抗性 但这种坦克的推出时间在1990年 伴随着苏联解体 全球裁军的浪潮随之而来 所以超级M48最终也没能卖出去任何一台 另外在西德陆军中 还有一种非常奇葩的M48 在鲍二研发期间 克劳斯马菲想获得更多的订单 于是他们弄来了一台M48 拆了炮台之后 根据测绘的情况 生产了一个炮台转接环 然后将鲍二早期型的炮台 直接扣到了M48的底盘上 这主要是为了验证老底盘 到底能不能装上新炮台 但是西德陆军对这种方案并不感兴趣 因为M48的车体 在未来的坦克战中实在是太脆弱了 而西德的鲍二数量 也绝对够未来的战争使用 于是这个方案就被搁置了 让我们将目光转回查理检查点的对峙 虽然这场坦克之间的实弹对峙 并没有引发美苏坦克之间的实弹冲突 但在另外一场战争中 M48和T54这两台冷战早期的坦克 却是实打实的交火了 随着1964年东京湾事件的爆发 美军决定全面介入越南战争 在一开始 越南被认为不适合坦克作战 因为其气候多雨 且道路泥泞 重达50多吨的坦克 会陷入泥地无法脱身 但随着战争的发展 坦克这种拥有重火力 以及重装甲的地面载具 被认为依然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 重创丛林中的越军 于是从1965年3月8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 第三坦克营 第三排的M48A3坦克 在越南红滩抢滩登陆 这也是最早部署到越南的美军坦克部队 到1965年7月8日 该营完成全舰支部署 之所以是M48A3 是因为当时美军并不想 从驻欧纪巡中抽调重要的M60 投入一场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 主要以反游击作战为主的战争 毕竟这种情况下 反步兵任务代替了反装甲任务 成为了坦克的主流 恰好M48坦克拥有风貌穿甲弹 刺口镜穿甲弹 高爆发 黏着榴弹 高磷烟雾弹 和破甲弹在内的丰富弹药种类 更适用于越南的复杂环境 但是在越南部署之后 M48所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 以及火箭筒 在1965年8月18日开始的星光行动中 海军陆战队三营的M48A3坦克 在交火过程中 遇到了越军的午后作力炮 所发射的破甲弹的袭击 被设计用来对抗 动能穿甲弹的军制钢装甲 在破甲弹面前毫无抵抗力 在一周的交火中 陆战队损失了A31 A32和A35 三台M48坦克 这些坦克均被午后作力炮接回 在这一战之后 美军的坦克手都学会了 在车体上安装更多的杂物 例如备用履带 以及备用副肿轮等 用来抵抗金属射流 还有一些车组 更是叠加了沙包和波纹钢板 事实证明 虽然这些安装杂物 来提高破甲弹炸膏 最终试图保护车组自身的行为 虽然是可行的 但是反坦克武器 依然是导致M48 在越南损失的第一大因素 远超敌军坦克和反坦克地雷 所造成的损失 这也证明 防御设计上 以军制装甲缸为主的坦克 将在战争中 即易遭到以破甲弹为主的 反坦克武器的损害 这也启发了美军在冷战中 进行的一系列 复合装甲的研究 在星光行动之后 美军坦克再次露脸 就要等到1968年1月31日 在顺化进行的 著名的顺化巷战了 在这场战役之中 M48坦克可谓是风光无限 不过这并不归功于 基础型号的M48 而是改装之后的 M67喷火坦克 这种坦克被使用 打火机的贼婆来命名 M41型90毫米主炮 被一根火焰喷射器的 发射管所替代 它在外观上 和坦克主炮很像 以迷惑敌人 它拥有一个 额外改装的 300加仑油气罐 车载喷火器 拥有更高的气压 喷出的火流 射程最大 可以达到100米 只需要几次喷射 就可以清理完移动 越军盘踞的防务 可以说 美军在顺化的胜利 至少有三分之一 是归功于M67喷火坦克 很快 随着北越攻势的推进 M48也遇到了 装甲战的场面 1969年3月3日夜间 驻扎在波莱谷 北部本赫特的 69装甲团 一营碧连 与北越装甲部队 发生交火 北越装甲部队 试图以渗透的形式 摧毁后方的 美军跑兵阵地 为此 越军出动的PT-76 水陆两栖坦克 以及BTR-50 装甲车组成的 机械化步兵 但这支部队 却正面撞上了碧莲 M48A3随即开火 在短暂的交火中 碧莲的坦克 迅速击毁了 两台PT-76 以及一台BTR-50 在发觉自己 一头撞进了 美军装甲部队怀礼之后 越军随即撤退 在混乱中 一台PT-76的破甲弹 命中了碧莲的一台 M48A3 造成车组 两死两伤 这再次证明了 刚装甲 南越的装甲单位 有更多机会 遇见北越的坦克部队 而M48对T-54的战绩 也更多是 南越装甲单位达成的 在1972年 4月2日的复活节攻势中 位于东河市的南越M48部队 伏击了北越的T-54坦克部队 M43一破甲弹 展示出了良好的性能 交火中 北越损失了六台T-54 而南越的M48 五一伤亡 4月9日上午 第二时装甲骑兵团 第二中队 在凤凰火力基地的交火中 与越军率先展开地形 并在1500米距离上 首发命中T-54坦克 展示了M41型 90毫米坦克炮 和配套的M41破甲弹 良好的精度 在当天的战斗中 越军投入进攻的 16台T-54坦克 仅有一台幸存 在越南战争后期的 装甲队战中 南越军队的M48坦克 多次在1500米到2000米上 净对动首发命中北越的T-54 展示了M48坦克良好的精度 以及出色的火控 在整场战斗中 M48和T-54的KD比 基本维持在1比1 这足以证明 M48是一个成功的设计 因为在南越坦克手 缺乏训练的情况下 还能和北越的T-54 达成如此KD 能依靠的 只有坦克本身的优秀了 除了装甲对战之外 M48坦克在越南 还经常担任车队护卫的任务 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只是M48的装甲足够厚重 不会像M41 M551等轻型坦克 被反坦克地雷摧毁 而且M48的扭感 独立于车体 在出雷之后 即使破坏到了悬挂 也只需要在越南当地进行维修 不需要发回美国进行扭感更换 这也是驻越部队最喜欢的一点 在车队护卫任务中 由于北越游击队经常在路上埋雷 当工兵开始扫雷任务时 他们又会以冷枪杀伤工兵 于是一种被称为 雷霆奔跑的战兽 被急性发挥出来 车队里所有的M48 在公路一侧排成一列 一条铝弹在立青马路上 而另外一条在泥地里 这样即使出雷 也只会损坏一条履带 而不会当场趴窝 然后这些M48开始全速行进 在这个过程中 所有人的活力像两侧泥地底扫射 以威慑或者杀伤潜伏的游击队 在前进数英里之后 如果依然没有M48出雷 那么这段路程就会被认为是安全的 很少有M48在这种行动中 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 最大的麻烦 大概是被反坦克地雷 炸飞浮中轮的M48 因为体重问题 拖叶变得有点困难而已 当然M48在越南战场上表现出色 并不代表它没有落后 M48在越南丛林中 虽然可以提供对机枪子弹 和小口径炮弹的足够防护 但是RPG-2、RPG-7 以及更落后的无后坐立炮 这些武器发射的破甲弹 依然可以轻易击穿M48的装甲 更不用说在越战后期 北越军队获得了苏联援助的AT-3 反坦克导弹 1972年4月23日 越军就首次利用9M14反坦克导弹 击毁了一台M48和一台ML3ACAV 这揭示了在现代反装甲火力面前 M48在冷战早期 以军制钢装甲来对抗全口径 或者次口径穿甲弹的思路 已经过时了 美军必须换装新的坦克 一种比M60更新的坦克 在越南战争之后 所有的M48被美军全部推到二线 并且以军生品外贸的形式 出口到全世界 在这之后 M48也被作为二线的装甲底盘 被各种规划来进行使用 比如在美军中 用来代替M61火深野战防空系统的竞标中 M48底盘就是指定的装甲底盘 后续的30毫米GAU8防空方案 以及M247约克中式 双40毫米自行防空炮的方案 都使用了M48坦克的底盘 鉴于这个竞标计划 马可尼还开发了 适配于M48底盘的 神射手防空系统 用于外贸出口给那些 装备了M48坦克 但缺乏防空系统的国家 如果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 对于使用M48坦克 比美军更有心得 那一定是以色列 以色列早期便已经在使用 M4谢尔曼底盘 改装的M50-51超级谢尔曼 作为以色列国防军的装甲中间 但在谢尔曼之后 IDF曾经短暂的导向了英质坦克 结合M48同时期的 白夫掌系列坦克 并将其命名为肖特 后续又有了更新的命名 比如使用英国原版发动机的 就被称之为肖特流星 而使用大陆AV1790发动机的 则被称为肖特卡尔 鉴于AV1790的使用 所以以色列人 对于使用同款发动机的M48坦克 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第一批以色列的M48 实际上是走私而来的 希德M48ARC 其拥有和希德同款的设计 包括储物箱和外置两侧 共八发烟雾弹 在这笔交易曝光之后 美国随即向以色列 出售了更多的M48A1 这两种型号的坦克 在赎罪日战争期间 充当了IDF装甲部队的 中间力量 被分别命名为 马格奇1和马格奇2 也是在这个遍体上 以色列人拆掉了M48上 人厌狗贤的车掌机枪塔 将其换为了乌尔丹车掌指挥塔 或者叫以色列是车掌指挥塔 这也是分辨以色列 和其他地方的M48坦克的 重要特征 当然在赎罪日战争中 IDF也发现 自己M48的90毫米坦克炮 威力已经显著落伍 于是以色列人开始 在M48坦克上 换装105毫米L7坦克炮 以及配套的铸造炮盾 也就是马格奇3的型号 它用IDF内部的M48A1 A2 A3升级而来 装备有更新的通讯套件 以及AVDS1790RA 750马力柴油发动机 和新的爱里逊CD8506变速器 在赎罪日战争中 IDF还发现了一点 那就是新的AT3反坦克导弹 对于坦克拥有毁灭性的打击 军指钢装甲完全无法抵挡 反坦克导弹和RPG7的打击 马格奇3也是因此 在赎罪日战争中 位于IDF装甲车辆 战损率王手 这促进了 以色列的爆炸式反应装甲的研发 并且最终诞生了 夹克山反应装甲 马格奇3也是第一款装备 此种装甲的坦克 最后一款 以色列马格奇坦克 是马格奇5 它和马格奇3并没有太多的区别 但在外观上 马格奇5拥有的专门设计的 夹克山爆炸式反应装甲药块 以及在炮盾两侧 16连装 烟雾弹发射器 这是分辨马格奇3和5的 最主要特征 随后 在M48坦克上的改装经验 被用于IDF版本M60 及马格奇6和7的改装工作中 不过 那就是另外一篇的故事了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 以及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